好 持續來關心國內的疫情 那麼因國內的疫情趨緩 指揮中心也在今天下午宣布 從明天開始到10月18號 都是一樣維持二級警戒的部分 好 雖然不降級 但是持續來擴大鬆綁的範圍 那麼指揮中心在今天下午也宣布 針對這個靜香團 民眾可以搭乘這個遊覽車 去參加靜香團 不過在路面上整個行走 或者是繞進的行程 還有這個遊行的行程 是維持的不開放 而另外在桌遊館 麻將館 還有KTV以及電話亭KTV 等等的這些視聽娛樂的場所 那麼都可以在遵照防疫指引的狀況之下 來恢復營業 而另外民眾到這個室內用餐 也不用受這個隔板 還有1.5公尺的社交距離的影響 而另外在宴席的部分 也開放民眾來離桌 逐桌的來敬酒 不過這個實曜署強調 在離桌敬酒的部分 還是要維持戴口罩來敬酒 那外界就質疑說戴口罩敬酒 那是不是也不能喝呢 指導署下午做出最新說明 一起來聽 這個敬酒最主要是致意 過去跟可能一些好朋友們 大家表達一下好久不見 所以不是在那裡拼酒量的 大概是過去然後跟大家治個疫 就主要的目的是這樣子 不然我們之前的限制真的是大家都不可以移動 然後不然過去連打招呼好像大家都會有所機會 所以這個也請大家能夠了解跟體諒 實曜署解釋這個離桌敬酒 但是戴口罩的部分 他們是解釋說因為這個主要敬酒的意義在於致意 那麼致意的方式有非常多種 不一定要喝 有達到這個致意的效果就好 而另外在超商的部分也開放 原本要這個工作人員來夾取的這個超商的茶葉袋 還有關東煮 現在也開放可以自己來夾取 而電視主播的部分 也可以在和工作人員維持社交距離的狀況下 在棚內可以不用來佩戴口罩 而另外指揮中心在下午也公佈了 第十一輪的這個疫苗的預約的施打的對象 那麼第十一輪主要是提供AZ的第二劑 還有BNT的第一劑 那麼AZ提供的對象則是十八到五十五歲 已經接種第一劑的民眾 還有五十六歲以上的這個民眾 都可以來接種AZ的第二劑 而BNT的部分呢 則是開放四十七歲以上 十二到二十二歲的部分 還有十八歲以上的第九類 都可以來接種BNT的第一劑 在第十一輪的部分 那麼最快在十月中就能開打